今天给大家安排两台福利机型 号称安卓之官的小米11凹槽 1900的这么一个价格逃回来的 一个256G的这么一个内存 这个iPhoneX也是一个256G的内存 花了1000整的这么一个价格逃回来的 小米11凹槽的话 橙色一个95新的这么一个小花机 标准的小花机 没有什么大的磨损 一个8加56的内存 搭载了一个高通效能888的处理器 2K的屏幕分辨率 所以说显示效果特别的清晰 支持120Hz的高刷 日常使用还是挺流畅的 就是这个处理器有一点拉框 6.81英寸的屏幕 5000毫米的大电池 后置120倍的数码变焦 5000万的组织 这里有个背屏挺有个性的 支持自定义显示内容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台机器的话拍摄特别牛 120倍的数码变焦 我们来看一下特别清晰 在2000这个价位的话 这台机器简直就是一个无敌的 这么一个存在 这台机器经过一轮最新的降价 现在真的性价比挺高的 iPhone X A11的处理器 日常使用的话 批美高通效能8558 玩游戏或者日常使用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承受一个标准的链机 而且这台机器上 它还移植了一个电芯 电池现在效率是一个百分百的 这么一个效率 到手不用直接折腾 就可以使用了 手机的话 是一个每一版无锁的机器 插卡就用的那一种 整机一个链机的这么一个标准 更换了一个外屏 内屏没动 所以说它的触摸都是非常不错的 玩玩游戏这些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全面屏面容ID 这台机器在1000多个价位 性价比也是挺高的